鮑魚 山絲 銀牙都 油把它燒熱 銀牙 山絲 當然我們山絲這邊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要來切一下鮑魚 剛才這個我們也是用五頭包來切 記得鮑魚不要把它切得太細 盡量切粗一點才有口感 接下來這個熱鍋 我們準備來給它讓溫熱 接下來 這三道菜都很快 好 我們先把蔥段 先下來給它稍微有一點 有一點蔥香味 好 蔥香味已經出來之後 我們把豆芽菜 稍微泡水之後 把它頭尾把它去掉 好 光頭尾去掉很費工 鮑魚不用炒到斷生 不是 豆芽菜不用炒到斷生 我們有蔥油給它裹上一下就好 接著把剛才的鮑魚 把它放上來 好 直接下下去 我們這樣稍微鮑魚給它煸一下 不用煸太久 好 接著就把全部倒下去 好 這樣會不會太快 不會 剛好 超讚 讓人家覺得好像並不難 這根本不難 因為再難的已經有人處理好了 對 而且鮑魚本身已經有味道了 也是 所以我們就 對 因為這樣超方便 這樣一擺盤出來 真的就是 大菜 超級大菜 我們沒放什麼 聽我放什麼東西 我們本身剛才鮑魚的醬汁 有帶進去 這道菜是吃清爽型的 所以你要吃到鮑魚 真正的味道在這裡 好 要完成了鮑魚身絲 好 我們就準備上菜了 加油 加油